历时122天紧锣密鼓的施工后 由中建五局东北公司承建的 华晨宝马铁锡新工厂涂装车间项目 近日完成主体钢结构安装 这将是宝马集团全球最大 高度最高唯一多层的涂装车间 华晨宝马铁锡工厂项目 是国家重大外资项目之一 涂装车间是铁锡新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新工厂中技术最复杂的项目 主体钢结构的完工 为日后各项施工打下坚实基础 的钢结构厂房 其实它整体用钢量为1.6万吨 结构形式非常复杂 第三就是也能看到钢柱钢梁 这几个精度的要求是非常之高 所以说总结起来 我们还是图上这件事最复杂的 一个钢结构的一个厂房项目 沈阳华晨宝马铁锡工厂项目 于2020年4月1日全面开工建设 涂装车间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建筑高度为23.93米 用钢量达1.6万余吨 相当于2.3个埃菲尔铁塔 施工难度极高 整个的总共的构件的数量 达到了3.1万个 高枪螺栓达到了12万个 以我其中一个小的区段为例 总共的钢量的种类 达到了600多种 此次承建如此高难度的钢结构车间 让施工方中建5局东北公司 积累了诸多相关经验 为日后该企业在相关领域的 市场竞争中提供了重要砝码 第一我们通过这个图上车间的建设 我们丰富了我们企业的一个 施工的一个履历 施工的业绩 包括我们有类似的施工的经验 第二你能帮助我们企业 在国内国外的市场上 更具有竞争力 能更好地服务于业主 按照规划 华城宝马铁锡新工厂项目 将建成及冲压车间 车身车间 涂装车间 总装车间和外部基础 设施于一体的现代化汽车厂 连同现有的铁锡工厂 大东工厂 动力总成工厂 及研发中心 构建宝马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